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斌 自威少加盟胡人以来 球迷们关于胡人三巨头的评论就没有停止过 事实也证明了 有的时候巨星扎堆并不能带来1加1大于2的效果 甚至有时候会有1加1小于2的情况 本赛即是威少加盟胡人的第二年 就目前的势头来看 如果胡人不能处理掉威少的话 胡人依旧会走向失败 而六布朗加戴维斯加威少的三巨头组合 极有可能会成为NBA史上 咖位最大但却最失败最烂的三巨头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下 在胡人三巨头之前 NBA历史上那些最烂的三巨头组合 第七位 雷霆三巨头 在2017年的休赛期 雷霆队在交椅中收购了乔治和安东尼 在与车队的MVP威斯布鲁克一起 有两名未成年人和一名老人组成的三巨头 正式在雷霆出生 当时他们曾经被认为是西方勇士的最大敌人 但是事情适得其反 只有一个篮球 安东尼需要球 威斯布鲁克需要球 尽管乔治出生于3D 但他用手握球的能力更强 在三巨头联手的第一个赛季中 他们各自的数据下降了 更重要的是 常规赛只比上赛季赢了一场比赛 季后赛更加令人尴尬 雷霆队的管理层无法忍受 赛季结束后 安东尼立即被交易 雷霆三巨头在赛季失败后宣布解散 他是NBA中寿命最短的三巨头之一 第六位 灰狼三巨头 从前灰狼也很出色 当然只是与现在相比 在2003年休赛期 灰狼为加内特带来了两名助手 加内特曾独自作战多年 卡塞尔和斯普雷维尔 则是两名全明星后卫 他们都处于巅峰状态 三人组的第一个赛季非常有效 使灰狼队取得了58胜24负的出色战绩 在西部联盟中排名第一 在季后赛一直到西部决赛 但面对OK组合加Moron Lakers 六场比赛被击败 在第二个赛季中 三巨头正准备卷土重来 但卡塞尔受伤 斯普雷维尔的状态也急剧下降 上赛季西部联盟的领袖灰狼队 甚至没有进入季后赛 季后赛结束后 卡塞尔被交易 斯普雷维尔直接退休 短暂的三人组被解散 第五位 蓝网三巨头 在2001年夏天 蓝网队用核心后卫马布里 换来了基德 事实证明 组织高手基德的到来 确实为蓝网带来了新面貌 在第一个赛季中 他们带领蓝网队 取得了东部地区的第一纪录 并激活了年轻的杰弗逊队 在2005年之前 蓝网从猛龙队手中收购了卡特 而此时 杰弗森已经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小尖锋 场均20分 基德仍处于巅峰状态 并且网队的三名剑客也已组建 这三个人一起工作了四个赛季 非常期待第一个赛季 他们可以共同贡献64.1分 17次入攻和20.6个篮板 而是球队遭受了持续的伤害 蓝网只有在东部联盟第80 才进入季后赛 并在第一轮被淘汰出局 第二年 蓝网以整齐的阵容一路高歌 进入季后赛 成为东部联盟的三号种子 但他们仍然在东部联盟的半决赛中止步 此后蓝网变得不温不火 而随着基德和杰弗逊的离开 三剑客成为了传奇人物 第四位 快艇三巨头 保罗于2011年进入快艇队 尽管格力分此时仍处于二年级 但他还是第一顺位出生 他已经可以为每场比赛贡献20加10分 在保罗的位养下 乔丹也欢迎他 数据飞涨 外面是指挥官保罗 里面是杰出的运动员格力分和约旦 以此轰炸了蓝圈 空降三人组正式起航 幻想是美丽的 但现实是很骨感的 尽管快艇队在常规赛中是无敌的 并且连续三个赛季取得了55场胜利 他们仍然是一支令人钦佩的球队 但是在季后赛中 他连续第一轮被击败 最好的成绩是西部半决赛 保罗非常失望 并提出了一笔交易 空袭三人组不复存在 第三位 小牛三巨头 那时进入独行侠的第三个赛季 终于发挥了一流的控球后卫表现 诺维茨基已经是联盟前五名大前锋 而分力则处于巅峰状态 场均贡献20加5加5是司空见惯的 因此在三剑客的领导下 独行侠迅速起飞 并连续两年取得55场以上的胜利 仅从常规赛来看 他们是一支可以与胡仁和马次匹敌的球队 但是在季后赛中 他们似乎很接近 而最远的一支只有在西部决赛中 但是我们不能责怪所有人 西方此时太强了 确定的组合如火如荼 马次双塔正处于巅峰状态 虽然三人没有一起成功是很可惜的 但他们在分区后才意识到自己的价值 那时和诺维茨基成为了MVP 分力也实现了马次的梦想冠军 第二位火箭三巨头 在乔丹首次退役的那段时间 奥拉朱旺带领着火箭收获到了冠军 不过当乔丹复出后 联盟再次陷入了他的统治当中 奥拉朱旺对此肯定不服气 因此火箭也抓住机会 拉来了皮鹏以及巴克利 皮鹏同样希望生涯末段能够继续夺冠 而巴克利则是不想成为无冕之王 希望能够收获一座总冠军奖杯 因此火箭三巨头就这样组成了 三人的常规赛数据也算不错 奥拉朱旺与巴克利都能取得两双 而皮鹏则是收获到14加6加6的数据 不过在季后赛当中 他们却遇到了一对更加强大的组合 OK组合 因此最终三位传奇巨星巨首 可能因为年龄的原因最终也没有用 只能以失败告终 第一位 公牛三巨头 在罗斯离开后的一段时间内 公牛也曾经尝试组建一支三巨头组合 以年轻的巴特勒为首 与维德及龙多一同组队冲击季后赛 纸面实力看起来名气很足 但是实际上 人们早已看出了弱点 外线投射能力不足以让人信服 最终 这支三巨头组合 也只能够以东部第八的身份 进入到季后赛当中 不过 首轮在完整阵容的比赛中 他们却连赢东部第一的绿军两场 如果不是龙多的伤病 可能黑巴的概率还是不小的 但无论如何 这一次的组建三巨头 也算是以失败告终 除了这七大最烂三巨头外 NBA历史上还有其他比较遗憾的三巨头 就比如那16年之后 克里夫兰的骑士队三巨头 詹姆斯加勒福加小托马斯 在16年夺得首冠之后 骑士就彻底成为了勇士的死敌 因此对方也迅速引进了杜兰特 组建成全联盟最强的球队 因此在16-17赛季中 詹姆斯加勒福加欧文的三巨头组合正式解体 欧文被送到了绿军 骑士也换来了小托马斯 虽说那时小托马斯身上有些伤 不过上个赛季的表现还是十分亮眼的 前往骑士之前还是有全明星实力 因此就这样组成了一只新的骑士三巨头 不过也不知道是小托马斯个人能力迅速下滑 还是因为骑士没有他的使用说明书 最终小托马斯也只能被骑士在交易截止日分手 开启了他的流浪之旅 也还有那一年的骑虎队也是三巨头的阵容 有农眉哥 霍勒迪 考辛斯 其实这个组合真不能算是三巨头 那个时代也就考辛斯勉强能算个巨星 农眉哥和霍勒迪也就是一个全明星球员 甚至霍勒迪连全明星都算不上 不过这个组合的实力还是不俗的 但是最终的结果 骑虎土崩瓦解 现在考辛斯还在跟伤病做斗争 霍勒迪已经去支援字母哥了 农眉哥则是在胡人享受夺冠的感觉 这些就是今天讲述的 NBA历史上很烂很水的三巨头 最后大家还知道 NBA历史上大家名声大噪 但最终却不了了之的三巨头组合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 喜欢本频道 欢迎点赞订阅加关注 我是阿斌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